那来自扶摇新平台 而且是这个平台下的首款车型 根据现有信息来看啊 它将会提供两个版本 一个是后驱的单电机 还有一个是四驱的双电机 同路面是一个6倍的造型 所以这台车的定位也是一个6倍的轿跑SUV 那同时在后边6倍的尾部啊 还会配上一个电动的尾翼 但是这个外形尽管好看 因为它后窗的这个角度啊 非常的斜 所以会影响车内的视线 同时再配合上后面的电动尾翼 那未来将推出60多度和80多度 两个电池容量的版本 那80多度电池配合上后驱单电机的话 综合续航里程能有望超过700公里 那坐进车内 首先前面的设计是非常简洁的 你几乎很难找到那种车内的大部分功能 都能通过语音去操作 那另外一个特点 为小鹏汽车的一个破局者 我觉得小鹏G6身上担负的责任还是非常重的 同样它展现出的产品力啊 包括说后排的空间 以及说整体的配置 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那体现在哪呢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辅助驾驶的功能 在今年包括说明年 要在全国大部分城市去开放 而且开放的程度会非常的那一点 就在于价格了 那根据小鹏以往的定价 它的价格 我预估可能会在267万 278万到334万 345万这个价格区间 不过大家也都知道 目前的这些新势力车型 它们的价格内卷是非常